大家好 今天就來到這個什麼地方? 仙湖在我家附近 今天的題目就是分享一下 為什麼另一半不喜歡和你拍照 其實另一半不喜歡和你拍照 或者不願意和你拍照 都有很多原因 所以今天我就和另一半去拍照 以及告訴你們 為什麼另一半這麼抗拒和你一起拍照 今天就用了一部D200CCD 最後一代的旗艦CCD 第一照準備就是錢 給錢另一半去扮好自己的樣子 另一半不和你拍照的原因 第一你拍照太差了 明明美女都拍得很壞 第二就是另一半 即是個女生覺得 或者你女朋友太太覺得自己不夠美 其實每個女生都有美好的一面 只不過就是因為平時沒有化妝 所以拍照出來就不是太美 拍照最基本 就是人家一定要化妝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像老婆那樣 之前那天去摺眼眉毛 然後去化妝 再把粉絲 放在臉上 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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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一定要做的了 因為不每個人的皮膚都像小朋友一樣 拍出來的時候就會漂亮很多的了 如果你說不,我老婆或另一半都不化妝 這件事你就要去跟她說了 去身影相都要化個美妝 她都不懂得化妝 那你就請化妝師 這些都要付的嘛 這些錢對不對 化完妝之後 基本事情就做了 第二件事就是選衣服 選衣服都要有些技巧 例如你有個主題 去選一件衣服去拍照 今次的主題 老婆就說想選一條馬面裙 去仙門宮拍照 因為現在內地都很流行 穿馬面裙出去拍照 香港就比較少見一點 老婆是內地人 其實她都會看笑容書 究竟流行些什麼 買回服裝去拍攝 選了一條紅色的馬面裙 其實紅色的馬面裙都很搶眼 今次為什麼會選紅色呢 因為大部分去公園拍照的地方 都是綠色的草 綠色和紅色剛剛做一個對比式 非常搶眼 而且我拍攝之前 已經想著用一部CCD機去拍照 這部CCD其實對於色彩表現是非常豐富的 我也可以順便試一部機 好了 第一就是扮漂亮的樣子 第二就是服裝 第三是什麼呢 就是選擇這個地點去拍照 選擇地點去拍照 都非常之重要的 你不要選擇一些令到她很不舒服的地方 令到她很緊張的地方 如果你選擇一個地方 要走很遠的 其實也不是太理想的 因為去到一個地方 你太遠的人會太累 你不會覺得很享受過程 所以去一些地方 就是近近地 舒服 還有你會覺得那個地方 不會說很陌生 例如去過的公園 去過的咖啡廳 餐室 可以去拍照 不要當老婆或另一半 是一個模特兒 去對待她的拍照 因為專業的無特兒 你也有付出金錢 其實她也是一份工作 客人和顧客 大家互相配合 無特兒收得錢 盡量去滿足到你的要求 對吧 她也可以盡量去滿足到你拍攝的工作 但跟另一半去 就不是這樣說了 因為另一半不是收你錢去拍照 最重要就是 大家出來的時候 很舒服地去享受那個過程 就最OK的了 最後就是收拾相 拍完照片出來 其實你說 我不收拾相 其實就很難外出的 因為現在的相機的像素 真的非常之高 所有的細節都會拍到出來 女生出來 即是你另一半出來 你無特兒可能有些零死角 你甚麼角度都可以找到她拍得漂亮 但另一半 你要找一個漂亮的角度去跟她拍 才可以做到一張漂亮相 好了 你找到一個漂亮的角度之後 將相片回來 你都要做一個照片的處理 你才可以出街 或者她可以分享到給別人看的時候 對呀拍得很漂亮 她下次都會繼續跟你一起拍照 所以 撿相這個步驟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會兒我示範撿相片 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那一天拍的相片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撿相就不複雜的 非常之簡單 還有複雜的撿相技巧我都不會做的 簡單簡單就OK的了 回到這裏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去撿相 拿了一張相片出來 這張 大家都看到 就是一張原本的相片 沒有做過任何處理的 先看看一些資料 ISO-205 一支50mm鏡頭去拍的 光圈就去到2.5mm去拍的 你會見到 CCD的確的 噪音是會比較厲害的 到今時今日 有這個AI的幫助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一做 Deloist的工作了 好了 第一樣東西 先做這個 Deloist 等下 對了 選擇 剛剛就70mm 開始去做 這樣 其實一張D200拍的相片 那個像素就不太大 所以 做一些後期的時候 都會很快去做到的 不像一些4000萬像素的相機 6000萬像素的相機 做一張Deloist的相片 都要幾分鐘 現在你看到它其實都幾快去做Deloist的動作 好 完成了 真的 那個效果真是不錯 我覺得 非常之好 做了Deloist之後 我們就做簡單的調色 我HIGHLIGHT又按低一點 我喜歡這個HIGHLIGHT 先按低一點 你會見到CCD拍出來 那個感覺是會偏黃偏綠的感覺 這樣東西 是CCD本身 那個顏色是這樣的 其實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用CCD 就是因為 它有這種偏色的感覺 好有趣 這種感覺 綠色 很豐富的綠色 還有我會 剪小一點的照片 對 剪小一點 我找一個好的位置 剪一剪它 大概是這個位置 然後 然後 做一些細節 我把照片調光一點 好 顏色 WHYBALANCE 我覺得是真的不準的 好 看看怎樣去調 調回WHYBALANCE 其實近來的照片 我喜歡比較溫暖的顏色 沒有那麼青的感覺 OK 好 那就在這個皮膚那裏 就下一點點功夫 其實皮膚在這個 Color Mixer那裏 找到這個橙色的Color 就可以調回濃度 OK 我又 畫面就比較紅了少少 調低一點點 顏色先 可以調光暗的 這裡就 我調光一點點 OK 基本的調色我就做了 那就去Photoshop Photoshop 這裡有一個Photos Edit in Edit in Adobe Photoshop 這裡就開Photoshop 會做了這件事 好了 這裡就開剛才的照片 再開一個Layer 不要影響到其他東西 好 第一件事 就做什麼呢 開了一張照片 第一件事就是撿垃圾 怎麽為之撿垃圾 就是撿了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當然是用這個 叫做 Remove Tool 對了 Remove它 這些一粒粒這些紋 這樣 對了 可以弄走了它 Remove Tool 我幾喜歡用的 因為會找一些小的小小小小的地方 這樣幾好用 好了 那就 弄走了一些不想要的東西 對了 你會見到 1000萬像素的相機 其實細緻度也幾高 也不會太差 慢慢做 慢慢做這些細緻 看到不想要的東西就去 remove 這些頭髮絲 先把頭髮絲弄走 這些頭髮絲可以先把頭髮絲弄走 大致上都可以做到這些 這樣的動作,我再做多一點 這些都弄走它 OK 這些頭髮絲 好 剩下這些濕濕碎碎的 再慢慢去移除 剩下濕濕碎碎的都OK 感覺都不錯 好 接著做甚麼呢 接著再多開一個 layer 接著再去去 Litro Filter 選擇Skin Smoothling 我喜歡用這個 Filter 比較多 因為我之前的高低頻 其實我都覺得 開一些 layer 出來 再掃它 我自己覺得都頗麻煩 雖然是頗漂亮的 可以做得到 但現在這個我都覺得夠用 夠用就OK 有時工具我覺得 不要那麼複雜 已經夠用了 我覺得已經非常OK 好了 做完之後 細緻度 高了很多 皮膚 你會看到的了 OK 我覺得這樣已經OK 這樣已經可以了 因為不用去到 好像塑膠人一樣 接著 就做一下 甚麼呢 做一下 一些細緻度的光暗 會做一些 這個Doggy 2 我先掃一些 位置出來 掃一些光 要光的位置 我先掃一些 掃一些光的位置出來 先掃一些光的位置 掃一些光的位置 不用掃很多 掃一些光的位置 就OK的了 好了 接著呢 就 多一個Layer 是的 Layer的名字 你們可以自己 隨便去改回它 怕不記得 你看到我老婆的面型 其實比較圓些 所以 就去掃一下她的面型 是怎樣 掃面型 就去到乳化這裡 好 這麼闊的面 我們再掃細一點點 這裏 再拉那裏 可以掃細一點點 好了 再掃細一點點 OK 好 不用太多的 太多就不行的 然後 再掃細個圈圈 好 下巴這裏 我老婆 比較肥一點 風滿一點 所以 這個頸位 下巴那裏 就掃少少了 先掃進去 對了 先掃進去 這樣 弄好這些位置 這樣就好看點了 對了 你說 喂 不是喔 樣子是這樣的 收圖 那裏 一定是把她的樣子 把不好的東西 收少少了 對了 那隻手 真的肥了 肥了一點 我覺得是 啊 真是 朱元玉潤 那樣 就收少少了 收少少 就好看點 對了 雖然你說 喂 有些人說 喂 會不會假了一點 那沒有辦法 就是 現在 收圖是 拍照的一部份來的 我覺得是 都要接受一些 收圖的技巧 有些 有些東西都要 再接受這件事的 收一下身形 收一下手 這些位置 對了 這樣去做 OK 少少就可以了 好 好 這個感覺是漂亮了很多 那 如果呢 我覺得呢 將圖片呢 那個顏色 真的很濃烈的感覺 那跟普通絲磨時影 是很不同的 例如皮膚呢 就會很 很紅潤那種感覺 那我看看 皮膚會不會 是做好一點點 Camp out OK 好 那現在呢 就選擇 Smack People 可以 逐樣東西去做 我看一下 OK 好 先選擇人 那選擇 Facial Skin 和Body Skin 兩樣東西 對了 那我就 那我就將它那個 紅潤度 好像 沒有那麼高 我先調整這條綠色的 channel 對了 在Color那裏 Temperature那裏 調整 紅下綠下這樣 調整大家怎樣移動它 先 OK 好 好 虎巴 太青了 好 好像好一點 現在 對了 執照有不同的技巧 大家都有不同的 那我這些 只不過很簡單的 執照技巧來的 但是執照得OK 對了 那我覺得皮膚 就沒有剛才那麼紅潤了 那跟著呢 後面這裏呢 我就想它 光一點點 我看看可不可以 做回一個 光一點的位置 可以落回頭髮那裏先 對了 開到Layer 好 讓我試試用這個 弦圈這個 這個工具試試試 先看看 跟著呢 就Exposure 光一點點 移動回到這裏 好了 把弦圈的光度 調到Termature 調到黃一點 這樣就可以 可以 就Latural一點的了 咦 好像OK的 低一點 低一點低一點 咦 還是不好 高一點高一點 對了 落回到頭髮那裏 那裏 好像也OK 對了 對啦 射回到頭髮那裏 對了 這個高光位 OK 好 可以 好 做了這個頭髮這裏 光一點點 好 咦 這樣就可以了 大致上 我覺得 都OK的了 張相片就 好 都不錯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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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張相片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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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Supper 加多一點點 阿孟的位置也是很少的 這裡做一點點就可以了 整張相片就比較Sharp 就好過原先的那張相片了 簡單單單做完一張相片 先看看還有沒有東西要去收拾它 覺得背景那邊 可能這些位置乾一點點會好一點 用Doggy 2 掃光一點點 掃光一點點 是否會好一點呢 就這樣吧 從頭頂上掃光一點 好 OK 大致上就可以做到一張相片了 其實都收拾得很快的 就Save 它吧 Save as copy 對 出一張JPG Save 到自己的Folder 自己選擇一個Folder Save 下去了 好 可以做完一張相片了 好 我們先去比較一下 好 先開一張相片出來 做兩張相片出來大家去比較一下 左手邊的一張就是我剛才做的 右手邊的一張就是本身影的那張 其實很快速度都可以做到一張比較滿意的相片 剛才收拾相片的幾個步驟 其實我都經常會用的 其實收拾一張相片出來 真的不是太困難 大家都可以照著做 或者有些甚麼不明白的話 在下面留言問我 其實一部舊的CCD相機 都可以拍到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只不過真的要很熟習相機的特性 還有拍照的時候 真的要拍得比較準一點 好了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都是那句了 如果有些甚麼不明白 還有你想問我 有關於拍攝和收拾相機的技巧的話 在下面問我 我也會解答你們的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